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NASCAR加速电视和流媒体交易 价值近80亿美元 贾伦、萨格斯和科尔 安东尼在魔术队连续第八场胜利中 重新创造了詹姆斯·韦德的标志性照片 约基奇的三双帮助绝晶队 以134比124击败火箭队穆雷付出 这些基辛格的专栏文章 至今仍然具有共鸣 哈里斯得到24分 波士顿学院以22分领先范德比 在ACCSEC挑战赛中取得胜利 请大家收看 NASCAR加速电视和流媒体交易 价值近80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 NASCAR与包括亚马逊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维亚康姆 CBS在内的媒体合作伙伴 签署了价值77亿美元的 新电视和流媒体权益协议 这些协议从2025年到2031年 较之前的安排增加了40% 近年来 流媒体的受欢迎程度显著增长 亚马逊将NASCAR纳入其Prime Video服务 华纳使用其Max平台播放比赛 这些协议不包括制作费用 这可能会增加对NASCAR的总付款 这些协议还为媒体公司提供了提升体育内容 和吸引更多订阅者的途径 贾伦 萨格斯和科尔 安东尼在魔术队连续第八场胜利中 重新创造了詹姆斯·维德的标志性照片 雅虎 奥兰多魔术队的贾伦 萨格斯和科尔 安东尼在对阵华盛顿七财队的比赛中 向勒布朗 詹姆斯和德怀恩 维德致敬 当安东尼扣兰得分时 萨格斯模仿了詹姆斯在迈阿密热火队时期 拍摄的一张标志性照片中的姿势 魔术队目前已经连胜八场 位列东部联盟第二 约基奇的三双帮助绝晶队 以134比124击败火箭队 木雷复出 美联社 尼古拉 约基奇以32分 15次助攻和10个篮板的三双表现 带领丹佛绝晶队 以134比124击败修斯顿火箭队 迈克尔 波特尔 朱尔回到场上贡献30分 而贾迈勒 穆雷从伤病中回归得到16分 这场胜利是绝晶队连续第三场胜利 也使他们在主场的战绩提升至9胜0负 贾伦 格林为火箭队贡献了26分 他们在过去7场比赛中输掉了5场 这些基辛格的专栏文章至今仍然具有共鸣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亨利 基辛格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 于周三去世享年100岁 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了200多篇专栏文章 以下是他的一些作品 涵盖了从外交政策问题到他对足球的热爱等各种主题 兰德尔得到22分 西肯塔基大学以101比77击败坎贝尔斯维尔 美联社 克里斯蒂安·兰德尔得到22分 带领西肯塔基大学以101比77战胜坎贝尔斯维尔大学 兰德尔还贡献了5个篮板 布兰登、牛曼、何泰龙、马歇尔各自贡献了15分 科比、佩尼为坎贝尔斯维尔大学得到了21分 而杰斯、华莱士贡献了19分 7个篮板和6次助攻 泰雷尔、亨特得到了14分 贝克尔斯的18分帮助新墨西哥州以74比65击败路易斯安·纳里公大学 美联社 周三晚上 新墨西哥州在一场大学篮球比赛中以74比65击败了路易斯安·纳里公大学 杰马尔、贝克尔、朱尔回合率领洛伯斯队得到18分 3分球6投9中 贾伦、豪斯得到16分 内利、朱尼尔、约瑟夫得到11分和11个篮板 以赛亚、克劳夫得得到了路易斯安·纳里公大学的24分和8个篮板 这场胜利终结了路易斯安·纳里公大学的5连胜 阿多、安克拉赫得到18分 丹佛以67比65击败爱达河 美联社 丹佛的以赛亚 阿多、安克拉得到18分并抢下7个篮板 在67比65击败爱达河的比赛中为先锋队贡献了胜利 维安·达尔队由D'Angelo Minis领先 他得到15分并送出7次助攻 朱利耶斯、米姆斯为爱达河队贡献了10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在没有恩·彼得的情况下 76人队落后很多 输给了提湖队 我有三个观察结果 雅虎 周三晚上 费城76人队以124比114输给了新奥尔良提湖队 这是球队在没有乔尔、恩彼得的两场比赛中的第二次实力 恩彼得因病在比赛前临时退出 76人队在第一节就落后18分 他的缺席让球队感到了压力 尽管在最后时刻他们进行了强烈的反击 将29分的落后缩小到8分 但76人队无法弥补MVP和他场军33分的缺失 肯尼 史密斯认为 德雷蒙德已经超越了与勇士队道歉的阶段 雅虎 肯尼 史密斯认为 尽管德雷蒙德、格林道歉了 但荆州勇士队前锋作为领导者的方式并没有改变 史密斯还认为 格林职业生涯中的五次停赛 都发生在对球队来说不方便的时候 他需要学会保持冷静 胡人队反弹并大胜底特律 将活塞队连续失利记录推至15场 美联社 洛杉矶胡人队以133比107击败底特律活塞队 使活塞队创下了连续15场失利的队史记录 德安吉洛 拉塞尔以本赛季最高的35分领导胡人队 安东尼、戴维斯得到28分 勒布朗、詹姆斯得到25分 胡人队开局强势 首节结束时以38比24领先 一直保持领先优势 尽管领先优势很大 胡人队并没有放松 继续表现出色 活塞队在联盟中以2胜16负的战绩排名垫底 打破了他们的连续失利记录 胡人队将在下一场比赛中迎战俄克拉河马成雷停队 而活塞队将面对纽约尼克斯队 NFL首次在黑色星期五比赛 在亚马逊Prime Video上平均吸引了961万观众 美联社 NFL和亚马逊Prime Video在黑色星期五的 迈阿密海豚队和纽约喷气机队比赛 是当天收视率最高的比赛 平均观众人数为961万 虽然这比一些估计要低 但它仍然是亚马逊Prime Video 本赛季收视率第二低的比赛 这场比赛得到了大力宣传 并且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因此有人预测至少会有1250万观众 尽管收视率较低 亚马逊Prime Video对这次活动表示自豪 并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项年度体育传统 NFL在感恩节当天的三场比赛 连续第二年创下了收视率记录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和英超联赛 EPL可能引入阀石区来惩罚球员 并扩大视频助理裁判 VAR的参与范围 雅虎 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 以批准实行旨在改善足球运动员行为的新规则 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改变 包括引入阀石区 即在犯规后 球员将被迫离场一段预定时间 并增加虚拟助理裁判 VAR的参与 这些改变将于2024年 在包括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英超在内的主要联赛中实施 事行至今已取得成功 比赛中 球员与裁判争论判罚的情况减少了38% 以赛亚 史蒂文斯在下半场表现出色 第20名克罗拉多州立大学以88比83击败克罗拉多大学 美联社 周三晚上 第20名克罗拉多州立大学以88比83击败克罗拉多大学 以赛亚 史蒂文斯以20分和11次助攻领导了山羊队 而贾伦 莱克则贡献了16分 KJ辛普森为克罗拉多队贡献了30分 但这并不足以克服糟糕的上半场表现 这场胜利结束了克罗拉多州立大学 对他们的周内对手的三连败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几条新闻 包括NASCAR与媒体合作伙伴签署的巨额电视和流媒体权益协议 魔术队连胜八场创造了维德的标志性照片 以及绝金队以三双帮助击败火箭队等等 首先 我们来看NASCAR与媒体合作伙伴签署的协议 这是一个价值近80亿美元的交易 让NASCAR的比赛能够在亚马逊和华纳等平台上播出 这不仅能够提升NASCAR的知名度 也为媒体公司提供了增加订阅者的机会 毕竟 现在流媒体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家里舒服地观看比赛 接下来是魔术队连胜八场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一场比赛中向勒布朗 詹姆斯和德怀恩维德致敬 模仿了维德的标志性照片 这样有趣的庆祝方式不仅让球迷们开心 也展现了球员们的创意和团队精神 希望魔术队能继续保持连胜势头 为球迷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还有一条消息是关于绝晶队的胜利 尼古拉、约基奇以出色的表现 带领球队击败了火箭队 他的三双表现让球队取得了连胜 此外 穆雷从伤病中回归 也为球队增添了力量 绝晶队目前在主场的战绩非常出色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为球迷们带来更多惊喜 最后 我想提到的是亨利·基辛格的趣事 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作家 在《华盛顿邮报》上 撰写了200多篇专栏文章 这些文章至今仍然具有共鸣 涵盖了各种主题 他的离世是外交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应该纪念他的贡献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并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各种简单